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纯干货实用的止损技巧 炒股呢就好比开车 开车的目的是前行 但是刹车确实必须的 对炒股止损就好比刹车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六个实用的止损技巧 干货比较多 建议大家转发收藏反复咀嚼 第一固定止损 固定止损就是设定固定的止损比例 比如说5% 一旦亏损达到这个比例就止损离场 设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比例不能太小 比如说2% 股价有一个急跌就很容易触发你的止损位 这样一来止损很难执行 容易频繁止损的意义就不大了 但是这个比例也不能太大 比如说20% 每次回撤的幅度太大了 你亏不起几次 起不到成本保护的作用 所以一般短线5%到15% 是比较合理的止损区间 第二个呢 形态止损 形态止损就是以某个形态作为参考标准 一旦跌破就止损 这个形态一般是标志性阳线的底部 或者说某种形态的区间下眼 第三 跟随止损 跟随止损就是以趋势标准作为参考 一旦跌破就止损 常用的有均线和趋势线 比如5日均线做防守 一旦跌破就离场 第四个呢 以亏定损 以亏损就是设定你愿意亏损的金额 来确定止损的幅度 比如你买入一只股票 你能承受亏损1万块 就是你的止损金额离场 第五个呢 是时间止损 这个比较高级哈 每次交易设定一定的时间段 比如超过这个时间 就选择离场 一旦出现亏损三天内 还不反弹就离场 比较适合短线 第六个呢 一致性止损 一致性止损 就是说你买入的理由被破坏了 你就应该选择卖出 比如你认为该股票要突破 然后就选择突破买入 结果迅速跌回震荡区间 这意味着突破失败 你的买入理由被破坏了 就应该止损离场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六种止损技巧 学会了吗 关注我 投资其实很简单